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7人案方便,最近是沒有小度片,只不過我兩邊都上完,這邊黃了,我又剪了去,在另一邊上,麻煩請大家稍疑欲報了,泥湯,泥牌野,不經常說了,好,今天做什麼呢?先看外媒方面的消息,別人綜合了很多的資訊,寫了出來,首先有紐約時報方便,關於香港47人案, 你應該了解的事情,那看一下外國人的理解,去到多準確,如果有錯誤的,我們再指出,我們當然就應該是更加,比他們為熟悉了,對不對?如果人家能夠熟悉過你的時候呢?這個記者不簡單了,好,這裡,這部操詞含糊,範圍廣泛的法律,在北京起草和頒布,迅速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我應該在說這個國安法, 熱情高漲的示威活動消失了,不應該用這個字,新聞編輯室遭受突擊搜查,關閉,哇,軍閥年代啊,工會,民主和其他民間的社會團體相繼解散, 加多一句,非民間的團體都遭到侵蝕,例如港台那樣,騰龍換鳥,貧席其所稱的國家安全法,中國官員鎮壓了香港的異見Dissident,實際上就拋棄了,自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之後,保證這座城市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承諾,歷史文件嘛,這個不是新鮮事,可以說是完全地, 你英國跟他簽了一些這樣的東西,就是這樣咯,過去兩年間,已有200多人,因國安法被捕,後面其實要有補充的, 他那個補充有點不正確,另有3000多人,因參與反政府抗議,而遭受其他的指控, 這裏未得詳細的是什麼呢?第一件事就是,怎止3000多人,他才說有6000多個案件,還有那些指控不少東西的, 還有就是,200多人國安法被捕那些,是未審先籌,成兩年多,這裏紐約時報呢,就有些不詳細, 香港幾乎所有反對派人士長期民主倡導者,都在2021年的同一日被捕, 根據這個新法,其中47人以顛覆罪名,受到起訴,被控密謀,顛覆北京支持的當地政府, 哦,即是,偽政權,啊,滿鄉的,這個是, 如今了,大多數被告人身陷凌遇,已有近兩年,赤裸裸提醒了人,任何有組織意義,啊,變得多危險, 以下是,對這些國安法和被告人的介紹,他們通常被稱為香港47人, 秘密起草的法律,其實一早有的了,什麼秘密起草啊, 多年來,香港真實言論自由,司法獨立,這些權利呢,受到基本法,小憲法保護, 但是啊,將香港當作半自治地區管理,啊,的中國政府來看, 給你對香港的控制,這本憲法那些原則各樣呢,就居次要的地位, 你應該說他扔了落截止, 03年回歸,沒多久之後呢,親北京的,就已經想著, 是啊,即是23條嘛,那我們後一點點, 2020年,中國就採取不同的辦法,即逃犯引渡條例啦,什麼不同的辦法呢? 對上一年,啊,是,他有說,就有反修例事件,為防疫再次發生,所以2020年就起草國安法, 此案主要被告是戴教授,2014年倡議了佔中運動,要求更自由的選舉, 他這裏應該補充,這個是中共承諾了的,在《基本法》裏面的,指導明, 說要有廣泛代表性的那個普選,不是普通的選舉來的,是承諾了的選舉來的, 這裏應該特別,講一講,還有他是實言,It their words, 好了,2019年,戴教授就認為,香港民主派應該舉行非正式的初選,去確定最有可能當選的候選人, 這裏呢,他又可以講多一點點的,戴教授之所以有這個主張, 就因為對方是有中聯版配票,香港的選舉從來都不是公平的, 他們有很多掌心雷,有很多我們叫鬼 account,在各大屋苑出沒,一戶十勝,什麼都齊 Anyway,根據他的主張,如果民主派能夠取得多數席位,就可以否決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按照法律規定,就可以迫使這個林鄭下台,耶,我怪不得刺中他神經, 之前區議會選舉,大家出來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說區議會選舉那次沒有用,是錯到離譜, 是非常有用,是因為呢,指定了香港是有民意的,而2020年7月立法會的選舉呢, 亦都指定了香港的民意是從來都沒有消失到,所以如果一定要投票的時候呢, 他不出龍妖的時候呢,他一定輸的,他是一個沒有民意認受的政府, 是一個軍政府,是一個垃圾,這個當然不是紐約時報講的啦, 好啦,投票率非常高,所以也刺中他神經啦,是一個選舉刺中了他神經啦,都是初選,大家明不明白啦, 這個駱惠寧都有說,什麼莫惠言之不遇嘛,現在被人解僱了啦, 那有些人就說啦,你,你,循著正途,去跟這個共產黨搏弱,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些失敗主義者啦, 結果戴教授是非常成功啦,對不對,沒有激起風浪那些就叫不成功, 好啦,我們繼續來看啦,針對四十七人案的主控呢,就集中在這場初選, 以及戴教授更廣泛的计划中 用国安法逻辑罪名 而戴教授的计划就被称为为了令政府瘫痪的颠覆性串谋 这案件亦牵涉到2014年雨晒运动后举世文明的青年学生领袖黄之锋 还有多名被告毛孟静、朱凯迪、林卓廷 都是在香港民主前线的资深立法会议员 还有何桂南、周嘉诚、余慧文等 另一些更代表年轻世代的工会支持者、活动人士等等 这里说到这个是意在传达讯息的审判 讲到当局 其实就是军政府最初表示只影响香港一小部分人 有其他的外国专家就说 这个案件的严重性不可小规 因为基本上就是对香港和平的主流政治反对派 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对啊 47人 大家要明白的就是他们完全是和平 大教授的主张全部都是和平的 这里有一句都蛮有趣的 这是港府和北京真正的选择 本来呢 就可以紧针对那些主张独立的人 或者是对港府政策和北京的香港政策 提出更严厉批评的人 哦 他就是说北京政府移动的温和派 那就对啊 黄洋达都思谣法外了 是吧 结果了 他们连公民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没有放过 都说得不清楚 这个纽约时报 那结果就导引至2021年1月 民主派人士遭到大规模的逮捕 原来格生性的香港选举制度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这个早有预谋 如果不是都不会在2020年10月的时候押后选举 大家终于知道早有预谋啊 这班人 同年了 在12月 终于原来的龙妞就是 就是 紧限爱国者的选举了 李家超有份做vacting的嘛 就是只有他的人 这些叫清一色 清一色之外 他又说 都不是的 加多一粒屎下去 那粒屎叫迪志愿 迪迪仔 屎还是了呢 迪迪仔应该是 不知道啊 他可以 可能是扩难屎啊 屎汁 好 总之迪迪仔呢 还有 有参选不过落选那些嘛 有哪个啊 潘卓雄 还有那个 谭惠珠 谭惠珍 谭香文 啊 记得啦 很多的抗议行为都被国安法禁止 这个又有少少偏颇 它是借防疫为名 去令到所有的人 没得出街 罚钱各样 那不过 一达到防疫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纽约时报又不是很想说的啊 BBC的报道 美国的报道呢 算是辣手一些 反而美国那边的报道呢 没说到这样东西 BBC的报道好很多啊 还有又不是什么一小撮人 还被告中 包括年轻的社会人士 如黄之锋等 包括到激进温和的民主派阵营 各个光谱的人士 这个也是 中国在香港颁布国安法之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检控 大部分人 两年来 未審 未判的情况之后 一直被炒 这里开头已经交代了 最不公平的一些事项 是好事来的 BBC是准确一点的 我这里认为 本案是高等法院案件 借西九去审理 被告一旦罪成可判囚终身 你看看多不合比例 但案件不设陪审团 你看多不公平 主审法官就是指定的高院法官 真是 高院法官来的 不过没有啊 她传了三个过去 没了一个 诶 正常人没理由有三个 我说气球 就有陈庆伟 陈仲恒 李永藤 林振边哲 包括阿布泰 欧乐轩 邵家言 钟锦伦 原来控方有一个陈甘甘甘 应该没读错 有个人叫陈甘 她的名字代表着很贪钱 这个是前民建联议员助理 拍摄了所有的东西 没有的啦 搜证各样方面 他们当然是屎横手的啦 从来都是的 就以未审先囚这件事 就是叶柳讲的那些bullshit 在说什么 未审先囚是ok的 因为他们的罪是很大很大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无罪推断 你完全是侵害人权的 叶柳属于这些 将来一定要上人权法庭 接着按键的电以字 电鬼屎她的 电到个假发都掉了出来 那个扫把只剩一个病 冷泥符不想病 很多人呢 就以成败论英雄啦 就讲到这个大教授 你看一下现在 全部人都逮捕各样的 这个是 他们定义为是一个失败 其实每一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觉悟的啦 我不敢说全部人 但是写得蜜乐无悔四个字 他们是真正爱香港的 是跟香港共生死共存亡的人 而周小龙老板 就讲得最好 他说你英雄化 他们没用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不因为他们 他又想说什么一小撮人 就是怎么样啊 耶稣钉十字架 那47个人就是耶稣来的 钉十字架 你们那些呢 又大八多六 什么都齐 可以这样的吗 自己做好自己本分的嘛 你说有些人没有做好自己本分的 就是照看那些维稳演唱会啊 又新疆信啊 又杨千华啊 那看看他是什么人啊 就是如果 阳明顿湯斯走去看 你不会觉得奇怪的嘛 肥妈那些走去捧场 你不会觉得奇怪的嘛 但是如果 你好像林景南那些 是会变节啊 各样的 那不好意思啦 不过去说好香港故事那些 又是啦 走去黏上去 你没有做好自己本分是你的事啊 我们就理我们自己那一答 每一个人理回自己那一答 那才是最对得住 这47位民主派的人士 对不对 他们付出的犧牲啊 大到大家都无法想象了 历朝历代 迫害燃良 都那头靠的啦 不过其实八九年的时候 在中国那里都发生过 又的也且确 被他拖拖拖拖拖了几十年 证明如果有钱的话呢 敌权仍然是可以 维持到一段的日子的 你要去好像肥仔金那样 饿肚子的话呢 一定要走这一条路 到最后才能够 有少少改变啦 如果有空 又放下水的 那你说不是哦 肥仔金啊 哈梅内衣那些 都没变到哦 那因为 后面有莫大的一个金主啊嘛 即是共产党一直 给他们 他们就不科丹咯 一个是科水 一个是不科丹 唯独目前的经济制裁啊 那当然啦 你要缺绝一点的 没有漏洞的经济制裁先啦 要不然 都还会眉来眼去的 中美关系不受损的 那就不好意思啦 是不是这么说啦 到最后都是那句啦 做好自己那一答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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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